1863年11月9日 圣米德堡皇家美术学院 正举行宣布大金质奖绘画比赛题目的隆重仪式 学院委员会的成员 各个佩戴着奖章受戴 神色庄严的坐在 铺着暗绿色丝绒的长座边 年迈的嘉吉林公爵 用威严的语调宣读着学院委员会的决定 庆祝学院成立100周年的大金质奖章绘画比赛 决定以瓦尔加拉宫的宴会为题 在宝座上端坐着由神和英雄环绕着的上帝 乌鸦栖息在他的肩头 狼追逐着月亮 跑过瓦尔加拉宫的拱门 就在这时 站在对面静静聆听决定的14名学生中 站出了一位身材消瘦 脸色苍白 留着稀疏短虚的青年 他适宜地走到院长面前 庄重地说 我们曾多次请求学院 批准我们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愿创作画面 但是委员会并没有给予任何满足的意愿 因此我们希望把自己从这种束缚中解放出来 给予我们自由美术家文凭 站出来讲话的这位青年 便是克拉姆斯科伊 但是学院委员会拒绝了这14名学生的要求 于是这14名圣彼得堡皇家美术学院的优秀毕业生 在克拉姆斯科伊的带领下决定退出大金质奖绘画竞赛 与学院公开决裂 以对抗脱离现实的学院派艺术 学院委员会最终宣布开除了他们 此次决裂被称为14人暴动 从此他们高举起了艺术必须民族化 现实主义和人民性的旗帜 巡回展览派画家 摒弃了俄罗斯学院派画家的唯新主义美学 以批判现实主义为创作方法和原则 决心把绘画艺术从贵族沙龙里解放出来 主张真实的描绘俄罗斯人民的历史 社会生活和大自然 揭露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农制 巡回展览画派从1871年第一届展览开始 至1923年共举行了48次展览